中国大陆湖北省连续两天降下豪雨 有78个县市受灾 造成5人死亡 中国大陆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今年期举行 全大陆共有912万元报考 各地推出号称最严的防作弊手段 欧盟是大陆太阳能产品的出口重镇 每年约有221欧元出口额 这次欧盟决定向大陆开闸 开征临时返行销税 已经对嗷嗷代补的大陆太阳能产业形成重创 出不估计损失产值将超过3500亿 旅美中国大陆忙人律师陈光泉的哥哥陈光福表示 他和母亲已经拿到护照 如果可能希望到台湾和陈光泉团聚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导